4月15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,以及日本政府其他官员。 李克强表示,中日互为重要近邻。 去年以来,在双方共同努力下,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。 中方愿同日邦及有关各方,共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、区域、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程序,支援日邦办好今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。 河野太郎表示,日中关系已经恢复正常。 希望今后两国能切实努力肩并肩,致力于全球性课题。 同日,务委员经,部长王毅,在北京与日本外相河野,举 王毅表示,中日关系改善程序,还处于起步阶段。 双方要在中日四个政治档案,和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引领下,加强各层级交往,增进政治互信。 使两国关系,始终在正确轨道上执行。 河野太郎说,日方将坚持并遵守日中四个政治档案,将日中两国互为合作伙伴,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到实处。 同一天,中国外交部队河野太郎访华成果进行了回应。 陆康表示,中日两国加强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。 双方应坚持和平友好的大方向,落实好互为合作伙伴,互不构成威胁,相互支援对方和平发展的政治共识。 在互利合作中,谋求实现共同发展。 值得注意的是,4月14号下午,中日举行了第五次经济高层对话。 在本次会谈上,日本有三项重大表态引关注。 第一项重大表态是, 共同构建公正、公平、非歧视的营商环境。 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。 日本做出的第二项重大表态是, 日方江派遣高级别代表团。 来华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 致力于拓展相关合作。 去年5月,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大使长二阶俊博, 作为日本政府代表。 参加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 日本做出的第三项重大表态是, 日方积极评价, 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。 将继续参与今年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。 在去年12月的第一届进博会上, 日本共有450家企业参与进博会。 总参展规模约为2万平方米。 参展规模居各国之首。 对于日本的这些表态, 王毅表示期待和欢迎。 在14号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, 中日双方还达成一项共识, 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, 尽快取得实质进展。 4月12号, 中日韩自贸区第15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。 三方一致同意, 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。 纳入高标准规则, 打造2CEP家的自贸协定。 4月11号, 中国外交部表示, 中方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, 开启中日韩合作新篇章。 目前, 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20%, 若能达成自贸协定,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自贸区之一。